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相信她 我相信她 为什么 那个姑娘就是宁香 宁香 宁香跟她在一起 本月初三 皇宫发生了切碍 现场就留下了一支霉 神偷一支霉 你们把我当成是她了 真是冤枉好人 一面之词不足以信 还是先收押受审再说吧 难道凡事就要一支霉的 都要倒霉吗 这是皇上的旨意 皇上下了一个糊涂旨 你们就跟着埋头执行 大胆 你胡说什么呢 九王杭大人 半案如神 可是今日一见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官府半案 自有分寸 用不着你多嘴 竹山县 有好几个叫一支霉的 杭大人都抓吗 全国有多少个叫一支霉的 难道你也要抓吗 这样 就能抓到一支霉了吗 律法如山 条条分明 有证据就撞 没有证据就放 请问 衙门里 有我的罪证了 并没有 你说你是琴师 你能弹一曲吗 弹琴那是我的本事 如果你琴弹得好 你就可以走了 铁生 好 请授琴 琴来了 铁生 你搞什么名堂 请给我一张琴桌 我才能弹 公堂之上 并没有琴桌 我才能弹一张琴 你上嚴重了 我才能弹得好 我才能弹得好 这张琴 F 我才能弹得好 好 我才能弹得好 就怎么弹得好 我才能弹得好 我才能弹得好 好 义志梅 你可以走了 铁商 不能放他走 我相信他是无辜的 多谢杭大人 后会有期 铁商 你把他放走了 你怎么跟包公公交代 三公 公平 公正 公道 你居然把人犯给放了 你再说一遍 下官把一支枚给放了 你吃了饱子胆了你 回公公的话 教义之内的人实在太多了 况且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是罪犯 他是重要疑犯 是皇上要亲审的 你怎么就把他给放了 因为 因为我听了他弹琴 听 你听他弹了琴就把他给放了 是啊 因为我从他的琴声中听到了平静 又听到了政治 这种人是不会做贼的 胡说八道 我都听了一辈子琴了 我从来也没听出好人换人来 公公不信 我把一支枚请回来 再给您谈一次 哎呦 你做梦吧 人家早跑了 其实一支枚另外还有不在场证明呢 宫里失诸的时候 他正为人弹琴 你又知道了 听琴的人可以作证 那是他买通的证人 串通仪器 做的伪证 可是这个人十分可靠啊 要是哪个傻驴啊 凝香公主 你是存心耶物啊你 大胆航铁生 你是国法如儿戏 未经本千差同意 你就敢私放人犯 实属目无皇上 来人 是 把他的乌烧帽给我摘了 是 公公 您 您不能罢大人的官啊 什么 我是钦差 别说罢他的官了 我就是要他的小命 也如探囊取物 那航铁生 自情处分吧 算你事项 把他押入大牢 是 公公 燕青 国法如山 不得许私 这还像句人话 嘴上眉毛 办事不老 你们这两个窝囊飞 把他压压去 是 我自己走吧 公公 公公 铁生 铁生 你摔死我了 我自己打死我了 那天 从从我上缺乏起来的 我帮你打死我了 怎么了 今天有人 在御术房里放了一份文件 令朕 有点起疑 什么文件啊 就是你选妃的档案 这一页折了一个角 还画了一道红线 皇上 这一定是有人恶作剧 不必理他 你看 就是在这里画了一道红线 朕从不知道你背上有红纸 来 让朕看看 什么 看看你的胃啊 皇上 汤都要凉了 还是先喝汤 好 朕 先喝汤 真是多事 您背上有志 又有什么关系呢 又不是长在脸上 这种小事 皇上 这种事情您又何必生气呢 这种小事 不必挂怀啊 这汤真好喝 那玉厨 那玉厨做的 根本没法比 皇上 这是我亲手熬的 我发现 你亲手熬的汤就是不一样 吃起来特别香 喝下去就像到了心头 喝 皇上 您啊 这是爱污集污 我哪里给得上一筹啊 好啊 这下 该让朕看了吧 皇上要看 就自己来穿衣吧 好 朕 亲手为你解衣 皇上 美妃 来人哪 快叫御医 美妃 大人 功力有仅仅 快进来 大人 发生什么大事啊 是美妃娘娘 娘娘怎么了 他被虎烧伤了 皇上明日不早朝 叫我带领朝政 大人 您还好吧 我没事 你下去吧 是 大人 你也早点接着 好 我不是 好 我 我 你 我 好 我 你 我 谁在头顶 凝香 曲子太动听了 我舍不得打断 所以一直都没有进来 你听得懂我弹的是什么曲子吗 一曲断肠催人了一下 今天是蓝芯的忌日 蓝芯 她是你的妻子 没能娶她为妻 是我终生的遗憾 蓝芯 她葬在哪 我想到她的坟上就看一看 不要动 她能给她 您想怎么回事 被她抵逃了 她是不是想杀你 也许是有人想要杀你呢 我 我又没有仇人 没有人会杀我 真的 我只是一个弹琴的人 我想没人会杀我 王上 我 美妃 不要动 刚上了药 不要动 上了药 你是说太医给我上了药 不 是朕 亲手给你上了药 皇上 你 觉得好点不美 天下至尊亲手上了药 果然神奇 我感觉好多了 受着伤还逗着乐 要谢 就谢谢王爷吧 王爷 是啊 是王爷亲手送来的 最好的鸡创药 这药是王爷送的 多神奇啊 少了药 你就清醒过来了 这药果然是神药 这被你点得不疼啊 求 王爷 还是挺关心你的吧 皇上 您一点也不了解王爷 自己的兄弟 我怎么会不了解啊 有一件事 我一直不敢告诉您 什么事啊 有一天 我私入御书房 我知道 私入御书房是欺君大罪 可是您知道我在御书房 看见了谁吗 看见谁了 我 启禀皇上 王爷给娘娘送你来了 你看看 进来吧 奴才 给皇上和娘娘请安 什么呀 打开来看看 是 你坐起 看起来 貌不惊人嘛 王爷说了 这情 外表虽然一般 但只有梅妃娘娘 才懂得她的价值 我 不然是 只有梅妃 才是知音啊 王爷说了 带娘娘 商议之后 可以经常的 谈谈情 想想往事 想想 民间的老朋友 没有事了 你去吧 是 奴才告退 你刚才说 在运输房 看见谁了 是不是王爷 我 我看到的不是王爷 我看到小肚子了 小肚子 他就是看守 运输房的 他能不在那吗 皇上 你为了朕 连命都不要了 私入运输房 又算得了什么呢 你是想念朕 对不对 前些日子 皇上 为辅私访 英训渺无 是在令臣妾担心啊 好 朕 回头下一道旨 等你商业了 御书房 随你进出 谢万岁恩典 典啦 皇上 太医术叫咱们都去做心结消毒啊 是啊 这烧着的伤口最怕受到感染 照顾的人可千万大意不得呀 可是咱们都去了 娘娘身边就没人了 哎呀 这也要不了多久功夫 何况娘娘的伤势已经稳住了 咱们就快去快回吧 嗯 嗯 你怎么过来呢 其他的人呢 玲玲 你放心 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 我就太医院 把其他人 都暂时知道了 我们一定要见到娘娘 否则我就 什么都别说 我心里知道 别为我担心了 这伤 我认了 反正王爷也不能得逞 王爷 他把选妃的档案 放在皇上的桌上 还特意勾出了 其被有红质的特征 勾起了皇上的好奇心 一个劲的要看 我实在没有办法 只好出此下策 什么 怎么说 这不是一场意外 是你自己 故意把自己弄伤的 不然 还没有什么办法呢 可是 你这样 你这样 肯定会把自己烧死 可是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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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已经拿我们没辙了 不是吗 娘娘 不值得 你这样太不值得了 难道这种扭曲自己的日子 你还没有过够吗 我别无选择 你有 你有 只要你舍得放手 只要拼你一句话 我就 你说什么 在这个时候 你竟然叫我放手 你知道吗 我只需要一点的时间 就可以登上皇后的宝座了 不 绝不 在这个时候 要让我打消这个念头 除非我死 可是 我不会死的 因为我有你 你听我说 从那一夜起 蓝星和颜峰 都已经死了 我们再也回不去 从前的自己了 新生的你 一手打造了我的重生 我们的命运 紧紧相连 我们 就是彼此的唯一啊 天知 地知 你知 我知啊 好香啊 验青啊 你寻我开心哪 谁寻你开心了 那你给我留半只鸡 不行 鸡翅膀 鸡翅膀也不行 我说你这个人哪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包大海他想干什么 你就让他干什么 咱们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看不见就行了 你把一只梅放走了 现在倒好 鸡翅膀也丢了 还吃鸡 呸 我现在无关一身轻 我觉得我挺轻松自在的 我真是服了你了 来 这鸡可真香啊 一看就知道是我娘的手艺 我说你都拿走了 你多少留个鸡爪子给我也好啊 这鸡到了我手上 你还想要鸡爪呀 我说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快快快快 我求求你啊 把牢门给我打开 把牢门给我打开 公公 您怎么来了 不来 怎么知道你们这窝里头有多黑啊 我说好点声啊 我让你回来的 不是咱们牙里的火房做的 我不管 明天就让鱼贵心给我搬出这去 公公真会开玩笑啊 真会开玩笑 谁叫你开玩笑啊 我这是公事公办啊 这航铁生 现在他已经不是县官了 这鱼贵心 当然就没有资格住在这里了 公公啊 您看啊 这乌纱帽呢 也摘了 老也做了 铁生呢 也受了教训了 您还当真呢 我乃堂堂待天寻寿 我就代表着万岁也 我现在啊 是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们 我撤了航铁生的职 别这样啊 公公 您把他的职撤了 那谁当县令啊 谁当县令 谁当啊 你当啊 我 那他呢 他 家外不懂 公公 公公 什么事啊 京城来的密件 走 公公 我说路眼睛啊 挺好啊 现在起 你就是县令了 你要给我尽职尽责 啊 不好 怎么会这样呢 是谁跟蓝星过不去啊 不会的 蓝星 天哪 一枝梅 蓝星 我的琴不见了 什么琴啊 蓝星生前最爱琴 我就送了他一座 他死的时候 那座琴就陪他一块儿入土 可是现在琴却不见了 难道有一道琴 那琴 那琴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他并不值钱呢 那个琴不值钱 那为什么还有人到墓呢 是啊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有一个人 他会知道 谁 杭铁生 杭大人 对 一枝梅 你赶快去找杭铁生 只有他才能帮你 那你呢 我得去找那个神通一枝梅 咱们后会有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谁 你知没 九泉之下 我再跟你解释吧 琴是不是你掏的 想不到 公主也会使仗 我不走 难以你出来吗 我再来 不忍你 你是谁 啊 你 我 是 你 我真是没用 一点忙都帮不上 我们还得赶快去找航铁生 蓝芯的木被破坏了 对我来说是追心之痛 可是对于航大人来说 这怕是无关痛呀 不值得一提的小事 你错了 航铁生爱您如此 无论大小的事情 只要是百姓受了委屈 他都会感同身受 况且这件盗墓案只怕不简单 我怀疑和夜明珠失窃案有关 那就得要让铁生知道了 夜明珠 我知道有一颗夜明珠 这颗夜明珠 是从大念深宫面被林秦盗走的 你怎么会知道呢 是吗 我真的见过 但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宫中丢的那一颗 不管是不是那一颗 你赶快告诉我 它在哪儿 它在一枝梅手里 在你手里 这个一枝梅是一个女戏子 她经常喜欢听我弹琴 我知道她手里有一颗 戏子一枝梅 琴师 王爷判断神偷一枝梅是个琴师 公公 那不就是航铁生放走的那个人吗 我第一眼就看出这个家伙有问题 这航铁生可真是个婚官啊 居然把他给放了 公公 那个一枝梅还看了一家赌方 快把录影轻给我叫来 是 行了你 像个男子汉大让夫行不行啊 不说 我是替你着急 你还来契落我 好啊 那你得请我心领了 这样行吗 你看你那个悠哉悠哉的劲儿 你是不是已经想出来怎么对付包大海了 告诉我 我还在这傻着急了半天呢 感情原来你已经有了点子了 告诉我是什么 我没什么点子 他这么说就怎么办 对 他怎么说就怎么办 你有没有搞错 我没搞错 换你做县令 不行不行 我陆建青是个讲义气的人 对不对 哥们有难 我肯定是二话不说 同进同退 这个县令我不能做 现在不是讲义气的时候 现在是尽忠的时候了 尽忠 是啊 你仔细想想看 能够越过重重的侍卫 当着皇上和众多大臣的面 如入无人之境的盗走夜明珠 这件事是不是太不合情 也太不合理了 嗯 是有点离谱 有点医疑所思 确实不合情理 除非有人动了手脚 刻意让他不见 那是为什么呢 好打着找夜明珠的幌子 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的 可是有人骨子里想要找的 只怕是一枝梅 有道理 有道理 你这么一说 就像是波云见日了 啊 怪不得老包 不分死活乱抓一通 哎 你说他的幕后会不会还有什么人 包公公对皇上忠心耿耿 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不过他贪生怕死 小肚鸡肠的个性 倒是挺容易被人利用的 嗯 你是说 他现在已经成了别人的马前卒 而不自知 如果他真有恶心的话 我想就不会只是把我们的位置对掉了 可见他这会儿 只是纯粹瞎闹着玩罢了 哎 说句良心话 咱们先前哪 把他整得七荤八素的 也难怪他现在开始整咱们了 我们千万不能一走了之 相反的 我们还得装傻 让包公公怎么开心怎么办 这样至少 我们还能插得上手 否则 岂不让幕后之人秤了心吗 哎 铁生 你说这幕后之人 会不会跟上次皇上遭劫的事有关 我担心的也正是这个 所以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你说得对极了 咱们现在一定要誓死尽忠 这才对得起皇上 嗯 说得好 那这县令你干不干 我 好 为了尽忠 我干 太好了 那这些重责大任就交给你来顶 我倒没什么 只不过是个摆设 可是你就惨了 一边要当捕快 一边还得罩着我 两边忙 我被自己哥们使坏 那有什么好委屈呢 倒是你 你可得跟前跟后的八戒包公公 看能不能套出什么话来 这个我会 你别问我担心 这干捕快你都能忍了 我这个当建立有什么忍不了的 行 那我们哥俩就心照不宣了 不过 还有一个人沉不住气 你可记得摆平他 好 我现在就去找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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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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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